民進黨發生女黨公招性騷擾的爭議案件 您身為女性首長 您怎麼回答這個事情 我初步了解一下這個案件 這個色狼的攝影師 之所以長期能夠在民進黨裡面 就伸出魔掌 那就是因為它是御用的 有人靠 有人照 所以才敢這樣伸出魔掌 而且民進黨的高層在處理過程當中 也極盡這個包庇以及吃案之能事 那從這個案件 因為這位色狼攝影師 因為它有人照 那這個民進黨高層 又等於是在包庇它在吃案 所以我有點擔心 受害者是不是只有這位女性的黨工 因為這個色狼攝影師 也在民進黨裡面工作非常久的時間 那也許有些人也在這個角落裡面哭泣 所以我們呼籲 那這個事情應該要擴大一個調查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那怎麼看民進黨現在爆出這個 性騷擾案是吃案 而且這個許家田的態度啊 就是有點 還問他 反而問他說 那你當初為什麼不跳車 怎麼看這樣的性騷擾案 這題我想問吳佩毅 就是我想問佩毅也想問林非凡 就是當初你們懷抱這麼大的熱情 來加入的民進黨 那個初心還在嗎 他們還是你們當初請全心全意要為一起努力奮鬥的 那個政黨的初心還在嗎 有沒有改變呢 這件事情我想社會都有公平 已經是這麼清楚了 不要說只要他黨的性騷擾案呢 這個你們就炸鍋 然後呢你們自己黨的這個性騷擾案呢 就蒸發 OK 我覺得這個是要嚴肅以對的 我希望所有的這個人民 都好好關注一下他們處理的態度 拿到說當選當選 當選 不要説 Travel 都算 都算 A Tips 那到底要不要回個顏文 Connection 他要拿左邊 他要倒裡 那他再回黑位 現在那我們談好 11點半 你經常爆發這個新騷的這個事案 那你們好像也有分享過 自己好像也有成親 這樣的事件還是討論出來 是什麼樣的情況 會造成一個審刑走痛嗎 呃 跟大家報告 這個因為當時 你也知道公車 有時候沒有現在那麼相近 這是真實的經驗 而且不止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我上了公車 然後那個公車上沒有人 很晚了 很晚了 公車上沒有人 那我就坐到最後一排去 結果就有一個很噁心的男的 靠過來 我以為他要找座位 結果呢 他就把褲子脫掉了 然後就很噁心 然後呢 當時我就是尖叫 就是尖叫 然後呢 司機聽到了 然後我趕快就逃出去 那那個人我想司機 應該會有什麼處置 我要告訴大家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啊 請大家理解 在當時的年代裡面 很多很多女孩子 都應該會有被性騷的經驗 只是在當時的年代裡頭 我們什麼都不敢講 甚至會覺得如果回家 跟媽媽爸爸講或家人講 好像覺得反而是自己做錯什麼事情 那種身體被弄髒的心情會覺得很噁心 所以我在這裡也呼籲所有的女性市民朋友 如果 也分享所有的市民朋友 如果說你今天也有被任何性騷的行為 你不要把那種噁心 骯髒 魔掌 在你身上畫下的任何痕跡 當作是一種噁心的東西 只要我們自己乾淨清潔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要勇於揭發色狼 要不然你不勇於揭發色狼 他們就可能會成為下一個 傷害我們女人的色狼 我們要保護我們女人 那他們進行擋鋪 進行擋鋪他們指定的方式 你覺得哪一個是最誇張 因為網友列出了十大誇張的論論 包括要她跳車 還有就是叫她到一個小時 到華山草坡上面去練習尖叫 我覺得哪一個比較適合 我覺得每一樣也沒有談得上扯不扯 因為每一個女人碰到的環境 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應該是就是說 女人盡量單獨一個人的時候 還是不要出入一些比較黑暗的地方 然後明知道這個人 就算很噁心也要小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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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親愛的中正萬華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應小威 謝謝中正萬華市民朋友 你們的騰拾 也謝謝你們的鼓勵 支持我到國會 這段時間呢 我是天人交戰 到今天 我是當人不讓 我想告訴大家 在過去 我守護中正萬華 未來 我要守護中華民國 好不好 好 我跟大家報告 我從崔環的演藝圈 我從崔環的演藝圈 一路走來 我走了25年的監索之工 然後我當了13年台北市中正萬華地區的市議員 就我的每一段人生 我要跟所有的年輕朋友 你們分享 每一個人沒有背景 沒關係 擁抱你的勇氣最重要 好不好 年輕朋友 擁抱勇氣比什麼都重要 我想跟大家講 我的參選宣言 沒有什麼浮華政見 我相信所有中正萬華的市民朋友 瞭解我的就知道 應曉威是一個話最少 事情做最多的議員 我想呢 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有一天 我進到國會 我要宣誓台灣這片土地上 沒有一個人應該被貼上貧窮標籤 所以我也支持郭台銘說的 0到6歲 國家要養 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幼無幼以及人之幼 我也要跟蔡英文總統說 這才是台灣的普世價值 最後呢 疫苗黑箱 外交官之死 我在議會 找不到答案 所以我到立法院 我要找真相 我還要說的是 民進黨政府 你們只會包庇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 25年來 我親筆寫了15萬封的受刑人回信 25年來 我親筆寫了15萬封受刑人的回信 所以呢 我今天的恆心與毅力 沒有人可以跟我比 無人可以跟我比 我的恆心與毅力 沒有人可以跟蔡小薇比 因此呢 我今天站在這裡 挑戰國民黨的立委初選 我的決心是一樣 在時間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我要為了捍衛軍工教勞 為了捍衛青年 老人 小孩 所有人的福利 我希望 我能夠在中正萬華市民朋友的支持下 殺出重圍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我希望所有的市民的朋友 支持蔭小薇 因為你們就是我的信心 所以我在這裡再次拜託 請大家 國民黨的電話民調 唯一支持蔭小薇 謝謝大家 謝謝 蔭小薇 謝謝 謝謝 謝謝